大家早安 这一夜全球现场 我们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美国跟菲律宾在昨天 他们是确定签署了美非军事合作协议 增加到了九个军事基地 可以总共都给美军来使用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其实非国这一回的军事扎谋 也让美国再防堵中国大陆的连线 北起 日韩 南到 纽澳 到原本玄缺的这个东南亚的部分 已经完整地填上了空隙 好 整个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呢 美国在东北亚这边的安全盟友 包括了南韩还有日本呢 其实总共加起来有20个军事基地 都是可以来提供美韩 或者是美日双方的军事上头来合作来使用 另外呢 加起来 东北亚这边有7万多名的兵力 另外再加上这一回的南海的部分 菲律宾这一次 据传是再度开放了4个基地 虽然说呢 美非双方都是对于 到底是哪 持续开放这个基地的详细地点都是比较保密的 但是外船是三个位在北部 吕宋岛的这三个基地 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南边的巴拉望省的这一个基地 都是可以开放 让美军还有非军来共同使用 而其中呢 其实在北边的这个吕宋岛的基地 当然了 现在外界就是指出 这主要就是要因应台湾有事的话 可以让美军在这边来加强支援 另外一座呢 在西南方的这个巴拉望省的基地 主要就是要应对的是南海南沙群岛万一日后 真的发生了一些冲突的话 美军也有一个基地可以立刻做军事上的部署 好 美非这次呢 两国达成了这个协议 美国获得了对于菲律宾新的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这也为了美军呢 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前缘的据点 监视中国大陆在南海 还有台湾周遭的合作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大陆外交部的部分 当然昨天就对此提出了抗议 表示说现在地区和平极为不稳定 其实美国就是罪魁祸首 另外同时间CN记者现在也分析了 这些据点相较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冲绳的据点 距离台湾的这个距离 可以说是进了许多一起来听 It could potentially place U.S. armed forces fewer than 200 miles south of Taiwan and falls in line with what we've seen in recent months with the U.S. beefing up security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concerns over China's posturing in the region For example, plans to deploy new U.S. marine units to Japanese islands The U.S. Marine Corps also opened a new base on Guam last week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will soon be heading to China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if this tension comes up in the conversation 好 先根据多家外媒 包括路透视号CNN都报道说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3号表示 侦测到有间谍气球飞越到美国的领土 这个范围是属于高领空 美国现在认为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间谍气球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detected and is tracking a high altitude surveillance balloon that is over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The U.S. government to include NORAD continues to track and monitor it closely 五角大厦侦测到这个间谍气球之后 已经跟美国总统拜登来汇报 拜登一开始指示将这一颗气球击落 但是军事幕僚表示 击落气球其实碎片会伤及到地面的人员 所以为了安全考量 现在这个计划是作罢的 而五角大厦也正在密切监测 这个间谍气球的飞行踪迹 美国官员现在表示 这个气球目前的飞行路线 其实会飞越一些敏感的地点 但是不会带来重大的情报搜查上的风险 持续来关注的是 美中之间会因为布林肯的访华 即将有所回温吗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确定是要在五号到六号的时候 访问中国大陆 但现在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导 他预计也会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 如果真的有办法会面的话 他也会成为将近六年来 首位跟大陆领导人见面的美国国务卿 而这篇报道里头也进一步指出 布林肯访华之后将是疫情之后 象征美中两国增强交流的新阶段 另外呢 其实布林肯这一趟访华 他也会跟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 办公室主任王毅 还有大陆的新任外长秦刚来会面 不过对于布林肯是否即将会跟习近平会面的这个报道跟消息 目前美国国务院是拒绝评论的 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关注 到底他会不会访问台湾呢 也就是现任的众院议长麦卡锡 其实他这两天也都一直被媒体问到说 会不会访问台湾的相关事宜 而媒体今天在台湾时间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再度问到他会不会到台湾去 因为呢 目前中国大陆方面指出 希望麦卡锡不要重到 培洛西去年访台的复彻 麦卡锡他是明确表示 目前是没有安排前往台湾的计划 但他也重申中国大陆是无权置会 他的行程 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计划 好 让我说得很清楚 中国不会告诉我哪里 我可以和我都不能去 但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计划 要去台湾 台湾味 身体很好喝